几年前客户说我哥跟电话行销买了很多保单 搞不清楚到底买了什么 你可以帮他看一下吗 经过保单分析 发现他买了三张缓本终身意外险 两张终身医疗险 手术险和储蓄险 一个月要找15000多 一张十字十副医疗险都没有 最近又接到电话推荐他买中大伤病险 他想起我可以帮他分析保单 推荐合适的商品 经过调整后他买了两张失能险 两张十字十副医疗险 一次领回的重大伤病和癌症险 最近他因为呼吸中止症住院开刀 自费要花12万多 两张十字十副医疗险加上终身医疗和手术险 应该可以理赔超过30万 如果他当初没有听妹妹的建议 找我调整原来的保单 依照他原来买的内容自费12万多 应该要自己贴6万多 一个领快30万 一个要贴6万多 你有觉得差很多吗 现在的医疗进步 小小的手术费用都很高 住院天数很少 你买的保险赔得够吗 我是秀姐 你有保险的问题可以私讯我